来到彰化火车站前广场 由插画家Mia设计的花灯主灯 喵心人绊绊迎接来到彰化市的旅客 另外在号称彰化第一寺的开化寺 设置12座美丽的七彩转运灯 民间传说观音有33化身 这次将流传较广的12化身为祈福法像 搭配在地诗人康源写作 转动七彩转运灯 为民众祈福 镜头来到陆港小镇 文武庙前的广场 主灯 龙灯盘踞十柱 伴随音乐旋转 一旁也有各种主题性花灯 甚至是光影脚踏互动灯区 这个灯区都有打造一个主题 可以说这个是一个爱情 有一些星星 那也有一些因为随着脚而跳踏 会产生一个光不同颜色的一个变化 可以说现实有很多 我们这点都是有这个主题性的 过年假期不管是专程还是路过彰化 不妨停下脚步 欣赏由艺术家 名人 以及民众共同彩绘的花灯 陪伴亲友度过难忘的年假 新唐人也在电视夜西红 台湾彰化采访报道